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我们继续OminiFocus for Mac的课程 这节呢我们学习一下脚本的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这张图片 那张图片呢介绍了OminiFocus在不同版本中的功能的差异 那在Mac版中呢 专业版是支持苹果的脚本的 那在本节呢就介绍一下脚本的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比如呢我现在正在编辑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下面呢有一些动作 虽然呢我对这些动作的时间呢进行了评估 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动作一共要花多长时间 那有什么方法能快速的知道这些动作一共所使用的时间呢 那这里有一个脚本 我们看到总时间的脚本 那这里呢先选中这些影响评估时间的动作 先选中它们 然后呢按一下这个脚本 那这里看到提示 那这八条动作所需要的总时间呢 是一个小时25分钟 那此外呢有一个小的细节 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群组的估计时间 但这个估计时间啊是手工设置的 和下面所有此动作的总体估计时间呢 并没有职业关系 那此外呢评估总时间呢在预测中呢也非常有用 比如呢我看了一下当日的计划 今天呢有两个会议安排 一个是上午参加会议 一个是呢下午参加培训 本身所控制的时间呢并不多 那这时候呢我又安排了一些当日截止的事件 那这时候我想知道当日截止时间呢 一共花多长时间 我可以先选中这些任务 然后呢点一下总时间 那这时候呢系统提示大概需要52分钟 那这时候呢我看到在中午1点到2点呢 有一段空闲时间有60分钟可以做完这些事情 那所以呢这样看呢当日计划是合理的 那通过以上例呢我们可以看到脚本呢 可以让OminiFocus呢变得更强大 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是总时间.scpt 那这个文件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做动作时间统计的脚本 那这脚本我们先预览一下 我们看到它是由AppleScript脚本型编写的 那虽然整理来说呢代码并不是很多 但即使如此对于处理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所使用脚本啊是在网上下载的 别人编辑好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使用非常成熟的脚本 那么在本系列课程中呢主要给大家讲解脚本如何安装如何使用 并不会讲这个脚本具体编写的知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安装并使用一个脚本 那目前呢安装OminiFox脚本呢非常的方便 我们只需要打开最上方的帮助菜单 然后找到打开脚本文件夹 那当我们点击之后呢会看到这样的路径在用户 然后我的用户名 然后呢是资源库 下面有一个应用程序脚本 然后呢是OminiFox2的脚本的目录 那这里我们看到右侧呢目前是空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点一下Finder上方的加号 然后呢找到之前存放这个脚本文件的目录 比如呢我是存放到这里 好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总时间的脚本 然后呢拷贝一下 然后呢切换到刚才的标签 然后在这部录下呢粘贴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OminiFox 这时候发现界面呢并没有直接出现刚才脚本的图标 我们需要点一下显示 然后呢点一下自定义工具栏 那这时候会看到刚才安装的脚本呢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本的图标呢拖动到上方 好接下来我们关闭这个界面 那这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这个脚本了 我们简单测试一下 先选中其中四项 然后呢点一下总时间 这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开始计算 这四个动作的总时间是25分钟 那安装脚本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 刚才的目录啊可以放一个 也可以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脚本 那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